五谷的坑口公园内有公厕年久失修 部分设施已有损坏 公所考量民众使用安全及便利性 将壁砖、地砖及马桶设施全面超出更新 改善公厕环境 提供民众一个良好、干净又舒适的如厕场所 五谷坑口公园每天都有许多长者来这里相聚闲聊 但公园内的公厕因年久失修 部分设施已经有损坏 让许多长者感到不便 当地里长陈毅全面积极向公所争取 希望能够将公厕进行修缮 我们这个土坑都随着都没合格 所以说很多都政策了 所以我把副长建议 经过我们这个副长政政副长 已经把我们政策 所以说这边大大的经历 希望说这边经历好 让我们政策让大家准备犯人一心 在里长陈勤后公所考量民众使用安全及便利性 立即策措裁员进行整修 经历课长陈志胜表示 未能全面改善公厕环境 将壁砖 地砖及马桶设施全面敲除更新 里长反映了市民需求 我们就想办法筹措金会 改善这次的工程 本次改善的重点 主要的有三项 就是地砖的部分 还有磁砖的部分 以及小便斗的部分 那整个工程预计在这个10月中旬可以完成 那能够提供市民一个舒适的如厕环境 这项工程预计在10月中旬改善完成 届时将可提供民众一个良好干净又舒适的如厕场所 施工期间多有不便 工作也请民众见谅 以上新闻记者胡雨轩在五谷采访报道